周三 特拉华州法官裁决 马斯克可以在收购推特诉讼案中修改他的反诉 将吹哨人 推特前安全主管扎特科 对推特安全问题的指控纳入诉讼案中 在前一天的听证会上 马斯克的法律团队还要求法官 推迟原定10月17号进行的开庭审理 不过法官周三驳回了这一请求 理由是延迟审理将对推特造成伤害 不过周二的听证会上 推特律师提出了意外爆料 称马斯克5月8号与摩根·施丹利银行家的 短信对话显示 延迟收购案的主要原因 是马斯克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此推特认为 马斯克放弃收购 是为了让股市降温 同时顾虑俄乌战争 而不是因为推特的虚假账号太多 这一爆料也推动推特股价 在6号和7号连续两天上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施锦综合报道